县府教育处携手三合国小推动混零实验教育迄今三年 19号下午三合国小邀请到花莲教师 示范以游戏及科技导入教学的模式 同时办理官课 教育处长表示 目前混零教育仍在实验的阶段 待模式发展成熟后才会进行推广 也希望能带给台东少子化的班级带来一些改变 收课老师将题目投影于在场同学的平板上 并准备教具让学生讨论于解题时应用 教育处长及县内他校的教师接前来观课 县府教育处携手三合国小事办混零教育迄今三年 19号下午三合国小办理三年级及四年级的混零课程 邀请到花莲教师示范如何以游戏及科技导入教学 经过这样今天的一场教学演示 让大家更充分的知道说 如何再结合一些教具 还有科技工具的应用 让自己以后在教学上面可以更活泼 可以让学生更有兴趣 参加各堂上的学习活动 老师们普遍的反应大概是这样 混零教育期盼借由合班上课 为少子化的小班级学生带来刺激 同才的刺激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因应这样子少子化的现象 如果可以合班上课 相信可以为孩子带来不一样的刺激 譬如说相对在一个班上只有五个学生的这样子的班级 那因为聪明的孩子跟反应快的孩子 他一般的学习就是状况比较好 那他但是他在这个班他永远就是第一名 他对于另外一个竞争的刺激就相对的少 那弱势的孩子他也会觉得说 我永远就是在班上就是最后一个 那也比较引不起他的学习动机 教育处长表示 希望混零教育能够带给台东少子化的班级新的方向 然而县内混零教育目前仍走在实验与观察阶段 将待三合国小混零教育发展成熟后才会进行推广 教材或者是教学方法模式已经够成熟了 我才会去请学校来做推广 我想我们不会贸然的过于尝试说 下一个阶段我们就是要开始做台东的混零教学 的确是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叫所谓最好的教学方式 我觉得还是要看每一个环境跟老师们的和学生们的一些互动 就是说不同学校它有到不同学校的特殊的差异性 那么我们是希望尽可能在这些众多差异性当中 找到一个合适的共通性的模组 那可以来做推广 教育处长也指出科技融入混零教学的成果 以及混零的两个年级学生是否应设定同一个学习目标 也是团队需要再进行观察与决议 我想在混零教学上面 我还是必须要跟学校做一点点的讨论 就是说三年级跟四年级毕竟在分数的理解上面各有它不同的教学目标 那在这样一个班级里面我们如何说让不同的年级的学生都能够正确理解 他们各该年级的分数的意义 我们是要这样做呢 还是重新打破三年级跟四年级关于分数的认知 而重新建构一套 原本三年级跟四年级都可以整并的一个分数的学习的认知 我想这个可能我们还在跟团队这边稍微做一下讨论 三合国校混零教育以弹性课程及学科课的六到八节为主 教育处表示将谨慎观察与修正后 期盼为台东少子化的班级学生带来新的契机 记者江碧任台马里相报道